另外关系的是这日本的国民天长AKB48 在礼拜三的晚间选出了第四届的人气王 总共吸引了130多万人来投票 这百万人票选谁到底是人气王呢 当然可以想见了这账况非常的激烈 到底谁是冠军带您一块了解 AKB48最有人气的团员 带着复杂的心情演唱刷新日本单曲历史记录的 纵夏夜South Food之后 一年一度的人气票选马上展开 273位美少女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到处拼人气 就是为了能抢进前十六强 获得发行单曲的机会 忍耐夺食的情绪 不管有没有上台全都哭成一片 平时AKB48大堆头表演 粉丝仿佛只能在一年一度的总决选当中 才能近距离感受自己支持偶像的内心独白 经过两个多小时等待 获得十万八千多张选票的冠军 终于出炉 大島优子在前田敦子宣布毕业后再度获得人气冠军 主办单位秘密地邀请前田上台献花 让大島的心情好复杂 这次年度人气票选一共吸引了130个人 18万4122张选票 因为投票就得买单曲 因此光是投票这个活动 就为AKB48赚了近19亿日币 大约6.8亿台币 吸金力超强 虽然大岛优子夺冠 但获得的票数比去年还少 不过尽管如此 现场还是吸引日本国内外 一共168家媒体 多达700人的采访阵仗 显示AKB48在日本海内外的超强人气 中天新闻 温正杰刘鹏与黄宽伟东京采访报导